立凡老师遇到对手了 虽然你们是搭档 但是感觉实力上很均衡 非常对 我遇到了对手 他太猛了 他给我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吧 我补充一下 他说的不可思议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般我们训练体系 出来的专业舞者是美 但我们新的一批的中国的舞者 改变了我们过去跳舞的方法 不单我们的系统的美流下来了 我们的传统的美 同时把能量也留下来 这个就很厉害 中国的另外一个叫唐次翼的 为什么中国最厉害 怎么了 诗意这么厉害啊 曾经有一段 算了 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诗意教我跳舞的时候 我确实没想到他那么厉害 今天有大师指点之后 我回去好好珍惜珍惜 然后陈销也是属于那种带能量的那种舞者 就是更适合我们现在的审美标准 和我们对舞蹈的那种诠释 他们两个刚刚跳的这一段是现代舞是不是 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当代舞的表达方法 然后陈销里面还加了一些爵士的一些处理的方法 但是理念应该算现代舞因为他刚才说的第一句就是我不想讲什么故事 是留下你们去理解那种感觉 因为我上一次的大棋舞是一个离生活比较远的东西 所以这次这个双人舞我就想跳离生活非常非常近的东西 特别好 他脚上两个呼吸看到了 看到了 他其实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这两个膝盖如果他拿下来是青的萝卜之道 关键就是肖肖海每次美美地跟你笑嘻嘻地在台上 你就感觉没什么 没事 没事 他本人的性格里真的是有一股那种不狠劲 对 就是对舞台的狠 对自己的狠 对自己作品严格要求的狠 所以才 我们才这么幸运地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一支这么精彩的现代舞的舞蹈作品 其实我跟肖肖是第一次合作 所以我这次来之前其实有顾虑的 我就怕跟他沟通不好 有分歧 因为像这种双人舞它更多的是磨合 但是没想到我第一次见肖肖 她是私底下是一个非常爽快的姑娘 来之前我确实要翻她的资料 海量资料去看她去了解她 然后其实我发现她是有一个技能的 技能 她其实